SBA其实是一个你个人成长的记录 如果你很认真地落在其中 你可能会创作到一些 自己都会记住的作文 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SBA 就是校管平衡 就是学校的老师来给你 VADSE最终的分数 那我们这科是占50%的 就是你考试之前 有50%的分已经定了 那校内老师给分 那会不会和其他学校的分 有差别啊不公平呢 我们每年都会刷了大家的作品 上传去给考评局 那考评局会看 每间学校的评分是准不准确 如果我给的太松手 它会整间学校减3分 5分 10分 如果我给的太紧的话 它会整间学校加3分 加5分 加10分 所以呢 每一年呢 校内老师会很谨慎地去被分 如果不是呢 会拉低了整间学校的分 SPA呢 就是你中五会做两份作品 中六会做两份作品 总共4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旧生先 这个叫Wiley的学生 他的题目是 Music 这些题目是自己订的 你喜欢做什么主题都可以的 他很喜欢听歌的 他一进到Arts Room 就会不断地播他自己喜欢的歌 他自己喜欢的艺术 他很熟悉音乐 这种东西 因为他不停地听这些音乐 都有对这些音乐有共鸣 有感觉 他会用这些意念来发展自己的作品 那么呢 他最好的地方呢 其实他用色是用得非常好的 他懂得怎样去混合色 那去制造一个氛围感 那他那些作品里面呢 都很明显看得出这个学生 是对色彩是有深入的了解的 OK 这四份就是他的作品了 还有你进到Arts Room 现在呢 就会见到 读完中午的阿Gin 他的一些作品我展示了出来 那这个就是中四的两份习作 那中四的时候 你们应该要熟习了不同的媒介 那这份就是他第一份SBA 那他的细节都做得很好 那但是 你看得出这个用色上呢 他还是有点冲突 他还未是很纯熟的 但是见到他第二份SBA 他进步得很多了 那他真是调色那里 用了很多心机下去 那他的作品是关于Fantasy 一个幻想的世界 那他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好 他是真是用了一些梦幻的颜色 那他非常之有安排去 所以 也都 所有细节是做得很好的 怎样去做你这份SBA呢 我们有一个清单给你的 那你中五第一份 你就 每个蟑螂去看一看 自己做不做到这些部分了 因为这些部分呢 就是你最终我给分你的时候的分子那里抽取出来的 那也都包括不同的方面是 媒介方面啊 你的技巧啊 你的视觉表达能力啊 你对那个内容有没有很深入的发展 有没有创意啊 最后这个分呢 是一个进步的分 所以 其实你这四份作品 未必一开始是做得最好的 那你熟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 你第二份作品展现到一个进步 第三份第四份是会有一个进步分 在这里的 那第一部分呢 你要有一个大主题 那四份作品都要是 under这个大主题 可以是自我认识啦 可以是有 和我做个纹身啦 有和我做爱啦 情感啦 或者是人际关系啦 那你可以是 什么来源都可以的 报纸啊 雜誌啊 书啊 亦都是YouTube Online Prinches Instagram 所有都可以 第二部分是艺术评详 那你要参考不同的艺术家啦 那是去学习啦 也都写回一个评详 去欣赏其他艺术家的作法 然后 就用你学到的东西 在你的画作上面 第三部分 就是一个试验啦 那你有不同的媒介 和可以探索不同的表现方法 你可以用水彩 你可以用摄影 你可以拍片 你可以弄一件事出来 那你要有不同的试验 也都分析 哪一样是最好 去表达你的意念的 最后呢 你也要有一个 反思记录过程 所以呢 这本本本本本是佔你 整份SBA的40% Ur 열 commend 是60% 所以這本寶都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記錄得好 進展意念寫得好 參考藝術家做得好的話 那你本寶是高分 那你是有40%的分 在你本寶上 你也可以去到考評局的網站 他也放了不同年份 和不同級數的例子給你看 五級Level 5好的作品 會做成怎樣呢 演習寶就是這樣 他有很多參考 很多現令發展 很多試驗 畫面也很豐富 做得很漂亮 那你也不需要刻意去排版 當然你排版排得漂亮是好 但這個不是必須的 那這個就是他的作品 第一份是一份畫作 然後他弄了一本書 然後一些立體的作品 還有最後一個混合的媒介 你看到用很多不同的媒介 那一個提議給大家呢 就是你不可以完全是完成了這個作品 之後才用一個報告形式去寫這本寶 因為這本寶呢 是應該你做著 思考著的當下已經在記錄著 也都記錄了你失敗的時候 你試過一些東西 失敗了 那你怎樣去面對這個困難 怎樣去解決這個困難呢 這些反思這些 思考的過程都需要記錄的 那是很難你說完成了一幅畫 之後再作出來的 那我做不到五級那麽厲害了 我只是求合格的 那Level 2的例子是怎樣的呢 那有Mind Map 那你見到這個版面是 比較簡單 是沒有剛剛那個那麽豐富的 那直接看他原型的作品是怎樣的 那這份是第一份 第二份 第三份 第四份 那其實不難的 那這份作品好像不是很高的技巧 但是這個就是2014年 都很多年十年前了 那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那那第二呢 你就會可以在Artsroom裡面 找很多舊生他們的一些 演習工作簿都有在那裡 那你可以去看看有誰自己喜歡的 那就去參考一下 看看別人怎樣做 好 SBA現在第一樣東西 第一要想的就是 思考一下有什麽主題自己想做 那有些方法令你選到一個好的主題 例如是選一些你自己有感覺的東西 你由你自己的記憶裏面去思索一下 什麽值得你去做 那這個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之後呢 中午的時候呢 老師就會和你單獨地對話 然後你就可以 講一下你自己喜歡些什麽 去發展出你自己想做的主題 那有一個學生 我也特別想說的就是 收納機 他的題目是紋身 他本身是不是很喜歡畫畫的 但是他很喜歡紋身 那一開始呢 他都是用電腦自己這樣畫一下 他越專注 亦都去不斷地嘗試練習 還有他是有真是認認真真去買一個 就是這些紋身的機去自己練的 這些模擬的皮去自己練 那最後他發展出來的話呢 是看到他有進步 還有真的展現到他的畫工 好那SBA大家可以怎麽樣去準備呢 那Google Classroom裡面呢 都有我剛剛 show過給大家看的內容 那也都可以去Youtube那裏找下一些例子 他們都有 差不多有四分公俊 有一個他們做過的SBA 那你會見到別人Band 1那些學生 是怎麽樣做他的份作品 多認真和多成熟的 SBA其實是一個你個人成長的紀錄 除了是涉獲藝術上畫畫技巧和介紹 更加重要的是你的腦如何去思考 如何去發展自己的作品 如果你遇到困難 你怎麽樣去解決 一些problem solving的技巧 有沒有創意 怎樣去發展一個成熟的作品 一些很高階的思維 如果你很認真地落在其中 你可能會創作到一些 石製自己都會記住的作品 那由現在開始 你就應該去真是 開始問自己 你想做一些什麽的主題 真是對你自己重要 也都是會不斷透入時間心機 想去完成的一些作品 榛爺 主題